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个星期我们地宝当家的同事 去逛了一下江西省美术馆儿童美术展 里面的艺术展画充满了童趣 但是这个美术展20号就要结束了 那今天我们的放心购也来了一个小小体验官 他热情地邀请我们的玄子 陪他一起去逛一逛画展 哈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放心体验官玄子 今天玄子来到的地方呢 是江西省美术馆 听说啊 这里有一场非常具有童趣的展览 所以呢 我也请到了一位小小体验官 啾啾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你叫什么名字呀 赵紫瑜 赵紫瑜 今天我们要看非常多小朋友的画 你期待吗 期待 期待 那我们一起开始好不好 好 走吧 这次展览的主题叫做纯真之眼 大家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到八一广场站 到达江西省美术馆 展馆周二至周日的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正常开馆 周一是闭馆的哦 这次展览啊是免费的 大家只要在前台登记好自己的身份信息 就可以直接进入展馆内了 可以看到啊 整个的展览非常的富有童趣 颜色也是十分的丰富多彩 在这个展览当中呢 还有非常多的小细节 可以说是十分用心 比如说这个涂鸦区 就吸引了不少小朋友在这里安静地画画 姐姐你看这幅画 这上面是什么 拿手去摸一下看看 这是什么 有电池 还有这个是什么呀 胖泉水瓶 这个呢 这个看到了吗 口罩 口罩 还有蛋壳 对不对 你看这些垃圾都丢到海洋里去了 然后这个天鹅就没有办法活下来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把垃圾丢到垃圾桶去 把垃圾丢到垃圾桶对不对 要爱护环境 好 我们来继续看看 在三楼互动体验区购票进入到这个展览厅 就可以拿到这样一个纯真只眼的颜料袋 这里面呢 有油画棒 水彩笔 小朋友可以在这里随意涂压 在墙上 车上随意画画 这些平时小朋友做了就要挨打的事情 在这个展厅都是被允许的 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尽情撒野 发挥想象力 观完这个展览呢 我们大概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这个展览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的小小体验官 九九最有发言权了 九九 你觉得这个展览 你可以给它打几颗星 十颗星 十颗星啊 满分哦 很高的评价 那对于这个地方来说呢 我觉得啊 不仅是可以给家长和孩子提供一个很棒的 亲子相处时间 而且呢 可以让小朋友进到一个充满想象力的 丰富的艺术世界 那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要到这里了 九九 让我们一起跟大家说 拜拜 拜拜 开完玄子的体验 我都迫不及待地 想带着我的儿子去逛逛展了 好的 看一段广告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spich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上期的放心车评带大家看了别克新款的巨摇巴 有观众留言说这改装的巨摇巴才有意思 那么今天我们都市放心购就满足你们的小愿望 带大家来见识见识乞丐版的巨摇巴可以改装成什么样 这是一台起盖版的巨摇巴 从它的前脸到方向盘到座椅到星空底 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一共改了27下 改完之后的它呢 立马显得高端大气上档子 而且全部改装之后也才花7万块 这比起加价还要100多万的Alpha来说 相当那可不止一点点 那今天呢我来带你看看它具体改了些啥 这台车内饰配色还是保留了原有的灰色 简洁大方 做了桃木方向盘 主副驾驶位上也改成了电动座椅 主驾驶上是6项调节 副驾驶上是4项调节 加了Alpha款的靠背海绵 缓解长途坐车的酸痛 非常照顾开车的人了 中央连体扶手箱上还加装了冰箱 动两瓶水再动两根冰棒 现在这个天啊 用两个字形容 下嘎 无线充电220伏插座USB插口 杯架储物盒更加全面 打开第二排车门 这感觉立马不一样了 点月顶灯 星空灯 还有这全车的氛围灯 让整个车啊 显得非常的有科技感 还有未来感 要是再来一首嗨一点的音乐 我感觉我们在车上摇起来 进口栏木地板 Alpha款航空座椅 Napa超纤维包袱 蓬蓬 加热 还能按摩 真的超赞 为了孩子们在车上更转心 后排改成了Alpha款的沙发床 也是纯电动触摸屏控制 三毛鼻双帘 还能挡光 私密气中枪 主副架座位后面的小桌板上 加了桃木装饰件 氛围灯 还有一个无线充电 休息踏板 让你有一种坐头等舱的感觉 触摸屏的西顶显示器 可连WiFi 打发无聊的乘车时光 从底盘 门板 后侧臂 轮骨罩 尾门上都做了加强 让全车隔音更好 铝合金式的迎宾踏板 中门还带LED灯 上车让你有一种冰质如归 下车有一种打他登场的感觉 这二车七七八八 零零总总 一共改下来 花了七万多块钱 今天跟大家讲这么多 并不是说 让大家都去买这奥巴 去改装这奥巴 而是想让大家清楚明白 这奥巴 它到底应该怎么改 这改的到底值不值得 这七万块钱 换做电视机前的您 是会用来改装加配置 还是直接升级车型呢 不过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 这一台巨零八改装 是经过了当地车管所 备案通过的 如果你想对自己的爱车 进行改装 改装前最好到当地的车管所 或交管局进行咨询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聊装修 上一期的放心加装 教大家衣柜怎么设计 在居家生活中 这柜子一定要多 才能实现收纳自由 可是如何才能做到 柜子又多又美观呢 今天就来教您几招 今天的话 我就带你来见识一下 那些深藏不漏的柜子 哎柜柜你们家有电视吗 当然有电视啊 现在应该谁家都有电视吧 那你们家电视墙是怎么做的 就是正常的刮墙面上啊 哎那你看看我们这一家的 哇这还会动呢 啊这个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的 这种隐藏式的柜门 是不是 想看电视的时候 把它给打开 不看电视的时候 唰又给它关上了 是的你看像现在 如果我们不看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关闭起来 这样的话也防止灰尘这些进入 然后你再看看这里 哦还有很多的柜子 可以放东西 我们整个背景墙的话 就可以打造成 一收纳为一体的一个背景墙 临时我们如果说 小孩不看电视的情况下 哎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书房式的这种 是不是 营造一个学习氛围 哎这个时候我们这里 就可以把它摆满书 是不是 你带着小孩子类的 在这里享受一下 直视的海洋 厨房的柜子 不仅可以增加储藏空间 还能起到化灵为整的作用 看这一台冰箱 就做成了隐藏式的 和厨房的烤箱 微波炉一样 这种嵌入式的家电 让整个厨房 看起来更有整体性 更简洁 那是不是我在市面上 买什么样的冰箱 都能放进去 那不能 因为这是属于专用定制的 用来做暗厂式嵌入式的冰箱 所以说你得跟销售讲清楚 要告诉他 我要做的是嵌入式冰箱 对的 哎萌萌 我们再来 在这里再看一个东西 这个衣柜 你之前不是带我看过吗 怎么又看它 秘密在里面 你再来看一下 你找一下看一下 这还有秘密 这不就挂衣服的吗 这边就可以放点袜子 五公筷子 这个筷子很坏 你看没有 这有一个小秘密的 哦 这还是一个保险柜啊 变好神奇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放一些 比如你们女性的一些 珠宝首饰啊 一些房产证啊 之类的这种证件啊 这个太方便了 那不像有些家里面 买这种专门的保险柜 它就很大 拿去也不方便 是不是 很多时候又要考虑到 怎么去隐藏它 因为一个保险柜道呢 很突兀 站在坏柜子 是不是 需要去做装饰 而我们这个的话 直接可以完全笼整 不为一体 果然是深藏不漏的柜子 深藏不漏的柜体们 体现了装修风格的 整体性 整洁性 以及实用当中的私密性 要做到这些都不难 其实只需要在装修之初 把想法提出来即可 相应地做好定制就行了 那么今天的柜门怎么选 你明白了吗 柜柜现在已经种草了 这个隐藏式的电视机柜 在下次的装修里 可以安排一下 这也让我们家的客厅 能在会客区和阅读区之间 自由转换 好了 看一段广告 休息一下 小时候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 你还记得吗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父母偷偷地老了 牙也掉了几颗 你察觉了吗 吃不香 睡不好 关爱父母 从牙齿开始 都是频道 都市频道联合 锐儿口腔 父亲节免费拍片检查 特会种牙 瑞典种植牙 种医送医 半口种牙特价 院长亲诊 电话 0791-8688-8120 8688-8120 小时候 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 你还记得吗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父母偷偷地老了 牙也掉了几颗 你察觉了吗 吃不香 睡不好 关爱父母 从牙齿开始 都市频道联合 锐儿口腔 父亲节免费拍片检查 特会种牙 瑞典种植牙 种医送医 半口种牙特价 院长亲诊 电话 0791-8688-8120 8688-8120 小时候 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 你还记得吗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父母偷偷地老了 牙也掉了几颗 你察觉了吗 吃不香 睡不好 关爱父母 从牙齿开始 都市频道联合 锐儿口腔 父亲节免费拍片检查 特会种牙 瑞典种植牙 种医送医 半口种牙特价 院长亲诊 电话 0791-8688-8120 8688-8120 八百里洞庭 长康十一万八千亩 绿泰菜籽家园 绿泰只优先 投一道压榨菜籽油 长康绿泰出榨香菜籽油 家常菜 用绿泰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要说到南昌最老子号最中心的商圈 八一广场商圈是当之无愧了 位于丁公路和广场东路交接处的银石广场 就属于这个商圈 据说这里的商铺几年前卖的那是相当的火爆 如今银石广场已经改名成乐营广场 商铺的情况怎么样 今天的邦哥探房 邦哥就来带着大家一探究竟 邦哥探房一探究竟 大家好我是邦哥 这里就是咱们南昌神级商业综合体乐营广场 2017年10月28号正式的开业 开业当天人计超20万 当天的成交额超过720万 哇塞 那叫一个震惊八一商圈 震惊老南昌啊 但是现如今经过了三年半的时间了 今天到底如何 今天邦哥带你一探究竟 当年他的出现是为了真心我们当年八一商圈的往日辉煌 抢的头部血流的商铺 在四年前高达四万块钱一瓶 那个时候一场火爆 包含了教育餐饮购物商业电影院 儿童乐园 今天怎么样了 咱们每一个都看一下 没人 餐饮店 招呼 没人 还是没人 第一次发现在商场啊 吃个甜品 都这么困难 我在整个三楼四楼走了一圈啊 几乎没有找到正在营业的 这是当年乐园广场设计了非常好的一个综合 什么综合呢 是美容美发媒体 有男士头 儿童头 分为 女士男士孩子老人 非常全变 但是现如今 整个美容美发广场都没人 这么大的儿童乐园 就几个小朋友 这家店的海里牢太舒服了 我告诉大家 不用排队想吃的赶紧来 刚看完电影真爽 告诉大家如果小伙子们喜欢浪漫的话 可以来 这个电影员跟你包场的感觉 我们来打一个招租的电话啊 现在大概多少钱 我们问一下房东一清二楚 哎王先生你好 是这样的 我看到了您这个乐园广场的招租信息啊 我想租一下您的这个店铺 想了解一下价格 啊价格 啊我看您是50平的是吧 这个上面写的好像是 哎对 哎对 大概费用是多少呢 费用呢 嗯 反正给您一口价吧 三千块钱吧 三千块钱50平 哦 呃相当于60块钱一平 这个咱们的商铺是吧 啊对 那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下 还有没有个商铺 啊对的 我那个主机 连我连我连我那个第一个不够了 啊这个店面 哦 啊 我冒昧的问一下 您当时买这个店面的话 是这个 大概多少钱买的 这个 中式招待之后 三四万吧 好三四万一平 那您这50平就相当于花了200万块钱 啊 差不多了 啊 好好好好 谢谢您谢谢您我了解到了 好谢谢啊 那我到时候回头出的话再打您电话啊 嗯 好的好的 天呐这么便宜啊 六十啊 六十块钱一平 五十平一个月三千块钱 他花了大概200万买的 这要租到什么时候才能负费他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儿现在什么感觉啊 首先作为邦哥我特别的心痛 因为这些商铺都空在这儿特别可惜 第二个我想说一下 虽然互联网时代啊 对于很多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冲击 但是我觉得这些乐营广场设计的也不是很合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多户外露天的逛了一圈下来满头大汗啊 走了一圈看了一下啊 当年的神奇商业综合体现如今三天半以后 真的叫做人气一落千丈 那些投资了商铺的朋友可以说是回本之日遥遥无期 看来买店铺投资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又到了放心有选推荐毫物的时间了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吃的主食 我发现我最近没有食欲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天气一热特别不行 但是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小的时候 我们家里啊经常会吃一样东西 什么样东西呢 叫做红薯 现在在我面前呢就是咱们的小香薯了啊 来看一下两种包装 那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把这个盒打开您就知道了啊 看看 哇塞 一个是咱们里头装的 一个是这种家庭装的方便装啊 那小香薯跟咱们红薯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就是它的个头 我先给您拿一个您看一下 我吃它估计就是两口就下去了 女孩子都不需要担心 叮 在我身旁已经是咱们烤好的小香薯了 刚刚为了加快时间我调了几个个头比较小的 咱们打开看一下 哇 一股香味闻到了 哇真的好香啊 这个小香薯我看一下有没有熟啊 哇很快几分钟就软了 尝一下味道如何 嗯 吃起来粉粉的 我觉得这个啊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足量膳食纤维 可以对我们人体的肠胃啊 包括我们整个消化吸收是非常有好处的 很多朋友担心自己比如说胖啊 或者很多朋友担心自己这个肠胃肠道不太好 可以经常吃咱们的小香薯 接下来我来教一下大家如何分辨这个真假小香薯啊 那说到这儿 有一个特色就是小香薯跟其他大的红薯不一样的地方 叫做无筋无丝 什么意思啊 我们一般吃大的红薯通常它有那个拉丝 有那个筋 但是在小香薯当中完全没有 所以它的口感真的是可以做到真正的软糯香甜 大家吃的时候稍微咬上一口一下子就一变真假 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小香薯啊 因为它生长的环境比较特殊 它一般是在这个半煞性和弱碱性的土壤当中生长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啊 比如说氨基酸各种丰富的矿物质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C都在小香薯当中保有 像什么钙啊铁啊都是含有的 而且告诉大家那些担心吃了会发胖的朋友 完全不用担心它的热量特别的低 只有咱们米饭的三分之一 所以爱美的姑娘们小香薯是你最好的选择 最后呢要告诉大家 有人问小香薯个头这么小是不是转基因的 告诉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它的个头小啊是天生的乃是真正的非转基因的食物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好了好多说今天邦哥就跟你分享到这儿了 喜欢我们这款小香薯的朋友 可以扫码进入都市放心购商城 找到放心生活馆进去购买 最残酷的适用选品 不行 差点 这个赞 最权威的实验调查 OK 可以 没问题 最潮流的好物推荐 挑剔 还是挑剔 中西都市频道旗下品质电商品牌 都市 放心购 都市现场 全城监督 更优价格 更高品质 主播同款 无优售后 不只是买它 是 放心买它 都市放心购 你家门口的放心电商 五月上新 新板块 新惊喜 5月22日起 每周日晚5点半 新脑健康公益时刻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您 在中国 新脑血管病人数高达2.9亿 血液粘稠 容易导致大脑和心脏缺血缺氧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心慌 气短乏力 甚至心梗 脑梗 中风偏瘫 预防血栓 你我携手 立即清血 净化血液多运动 心好 脑好 精神好 今天您清血了吗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三百年清血股方 砖药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砖药清红血 孟奇清血八味片 苏金剑腰娃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制药精髓 砖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对呀 老牛可真牛 以前啊 工作业绩突出 牛 后来啊 跳舞 打球 也突出 牛 可现在 老牛因为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用书筋剑腰丸 传承四百年陈礼记制药精髓 砖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书筋剑腰丸 是的 书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肠胃本一家 检查治疗不分家 南昌第十二医院专注肠胃病 诊疗四十五年 公立专科 辞得我们信赖 专业 精准 是我们胃肠病检查的宗旨 主任请诊 预约检查 当日取天 南昌第十二医院 为您的肠胃保驾护航 预约热线 0791-8863-7777 地址南昌市明德路473号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前段时间央视曝光的水光针乱象 让人震惊之余 也不仅感叹这医美行业的鱼龙混杂 不得不说这两年 水光针确实是市场认知度很高的一款 水光针究竟有怎样的效果 应该适合哪些人群呢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美容小课堂 去听一听专家的说法 大家好 我是南昌大学第二副水院 整袭美容科的易阳宴 时下水光针也是一个 非常热的一个医美项目 那么很多人会问我 水光针是不是能除皱 水光针是不是能美白 那么我在这里就给大家科普一下 水光针的话呢 是我们利用这个 环尿酸的一个清水性 采用一个中非层的一个注射的方法 注入到我们的一个真皮层 达到我们皮肤的一个锁水 保水 是皮肤滋润的一个这样的作用 那么水光针 是不是有这个除皱和美白的效果呢 呃 从某种角度来说的话呢 它是有一点点的 因为它是一个损伤性的 需要我们的一个刺入皮肤的一个这样的治疗 那么我们刺破了皮肤以后 呃 会使到我们的这个皮肤呢 有一个这个损伤修复和胶原重塑的一个这样子的呃 过程 这个作用的话呢 可以适当的减少一点我们的细纹 但是呢 作用非常的弱 那么水光针到底有什么用呢 它的主要作用呢 是补水 但是呢 因为玻尿酸它会吸收 所以水光针的补水的效果呢 它也是维持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 所以 小仙女们不要盲目听信一些美容机构的宣传 神化了水光针的作用 为了补充水光针的作用 一些机构会在水光针制剂里加入肉毒素 或者是胺甲还酸 达到去细纹美白淡斑的效果 在注射前一定要了解制剂成分 我们注射水光针的时候呢 一定要清除我们的水光针里头加了一些什么样的成分 我们需要到正规的机构里面去注射 因为呢 怕这个不正规的一个机构和不正规的产品 里面还有一些不明的成分 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的一个这个过敏 或者是呢 我们操作不规范 那么会引起皮肤的一个局部的一个炎症 关于水光针的注射网上也充斥着手打和机打的各种说法 真的有区别吗 机打和手打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那么 为什么大家会说有一个什么三明治的一个注射的方法 它的手打的话呢 就是说可能会便于操作一些 有些地方打的深一些 有些地方打的浅一些 有些呢打的这个密集一点 但是呢 机打的话呢 如果说是设备好 我们操作的好的话呢 它其实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而且也可以减少这个漏液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发生 最后义主任也提醒大家 认清水光针 不要白交智商税啊 在这里呢 要提醒广大的这个球梅子 水光针它是有作用的 但它不是万能的 好了本期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喜欢我们商品的观众朋友 可以登陆都市放心购商城挑选购买 同时也欢迎有更多的团长和优质工艺商加入我们 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下期再见